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1500整点新闻 要带您来掌握今天国内的疫情最新 最散今天已经连续三天是本土加零了 不过在境外移入的部分呢 在今天有9例 而在确诊个案当中则是有一人死亡 在连续几天本土病例加零的情况之下呢 指挥中心也指出了 部分地方可能会防疫的措施会稍稍松绑 而在新北市的部分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措施呢 我们也来带您掌握新北市记者会的内容 新北市长侯友宜 副市长刘和然 卫生局长陈润秋以及教育局长张明文 接下来就麻烦市长为我们说明 今天新北市最新的疫情状况 新北市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新北市新增确诊个案零人 本日列管数是52人 可解隔一人 那目前列管数越来越少 疫情相对的稳定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了解 疫情虽然相对稳定 那到底我们整个观察的指标 是不是朝稳定的方向在左 各位可以看到新北市不断的除夕广塞 希望能够有效的阻断隐形传播链 所以这一张整个社区筛检的量表 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们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成立设筛站到现在已经筛了 三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人 我们设筛的所有的量 非常的高 达到三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人 另外最重要最近的一个观察指标 我们从9月6号到9月26号 这二十天 9月6号是Delta病毒第一次验词 有八个幼儿园的染疫事件 从那一天算到9月26号 整整二十天 这二十天我们的社区筛检站 筛检的量是四万九千七百七十人 将近五万人 我们的阳性数是零人 表示Delta病毒系列一开始 到26号整整二十天 我们的社区筛检的监测站 还是阳性数是零 表示新北市在做广筛 监测整个疫情 确实是相对的稳定下来 我要再报告这一点 就让市民朋友能够稍微安心 虽然Delta病毒来势汹汹 但是我们有效率的将它守住了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们仍然需要社区筛检站 不断的筛检 掌控疫情的变化 那目前看起来这二十天下来 疫情是相对的稳定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市民朋友 只要你需要筛检 都可以到新北市的筛检站来筛检 市长欢迎大家一起来筛检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指断一个 就能够让病毒有效的控制 所以在这里特别借这个机会报告 另外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在礼拜六有一个公告 9月26号到9月30号 北北基陶 对医疗机构以及长照机构 维持现行的管制措施 医院禁止探病 长照机构暂停访客的探视 那有例外的情形是 经医院同意可探病要出记 探视前三天 智慧抗炎快筛或PCR检测 阴性证明 还家用快筛 另外长照机构 从暂停访客的探视 但是从10月1号开始 会回归第二级警戒之间的 管制措施来办理 这是中央在礼拜六来一个公文 规定了这五天 希望北北基陶能够遵循来办理 至于我们莫罗娜疫苗的 第二剂的接种 在70岁原自民60岁以上长者 在7月16号之前 接种第一剂者 我们准备接种第二剂 让长辈能够安心的施打 可以恰行驱公所或是里长 来给予协助 时间从9月28号的礼拜二 到10月5号的礼拜二 疫苗接种 那有27处的大中型的接种站 297的卫生所 23家的医院 那这里还要拜托大家 记得 攜带通知师健跑卡 身份证 疫苗接种记录卡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房卡 那莫罗娜第二剂 70岁以上的长者 请随时进后 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施打的时间 希望大家安心安稳安全的施打 再度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疫情虽然是稳定 仍然要借慎恐惧 潜力以后 所得更稳 谢谢大家 感谢市长的说明 要朝松绑的方向 尤其针对KTV电子游戏产业 等等场所要采取 逐渐松绑的方向 因为公布的时间 刚刚才公布 同时是决定在10月4号以后 所以新北市最重要的 还是要滚动式的去检讨 现在的疫情虽然是稳定 还有几天的观察期间 更重要的到底 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些行业 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 如何做好配套的措施 在开放之一 又能够把防疫做到 我想这些的相关细节 我们都能够做好充分的面对 才可以开放 那目前在今天宣布 新北市一定把所有的 相关的配套措施做足了 而且随着疫情 是不是相对的稳定 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来做宣布 那目前新北市还会做好检讨 做好防患措施的准备 随时让疫情更加的稳定 所以目前还有好几天的时间 我们会做好准备以后 再来跟各位报告 接下来针对疫苗相关的问题 中市徐国豪提问 市长认为现在疫苗覆盖率够吗 那疫苗覆盖率应该要达到几成 才适合大幅度的来松绑 还要多久台湾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呢 这样子 因为大家今天有谈到 说疫苗的施打的覆盖力都高 就要降级 很多人有很多的意见 我今天很多的意见都是好的意见 提供给中央做参考 我记得我还是回应了一句话 这是中央的权限我们要尊重 不过我要在这里还是再度的提醒大家 疫苗覆盖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我们要看整个疫情在整个变化里面 随时提醒到底现阶段的状况 是否适合降级 是否适合能够让民众快速的恢复 正常的生活 我们几两个国家来说 一个以色列 他的疫苗的完成接种达到六成 新加坡在整个疫苗的接种 所有的完成的接种 疫苗有八成以上 一个以色列已经完成所有的接种 有六成 新加坡达八成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新加坡现在面对每天的疫情 Data病毒来势汹汹 达到千例之多 那以色列也一样 有八千例 甚至有上万例 这些的疫情 都让我们随时在提醒自己 疫苗覆盖力很重要 但是守住疫情的关键 在全台湾来说 阻结疫境外 一定要做到滴水不落 以及在整个国内的疫情 一进来都能够有效的做好管控 不让它扩大 所以随着疫苗的覆盖力 疫情的专家协诊的研判 已经在整个境内的管控 能够做到位 人民才能够慢慢回到 新形态的安全生活环境 所以台湾面对 乃势汹汹的Data 全球疫情没有舒缓 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应该戒胜恐惧 要全力保护 不然像新北市Data病毒 突然袭击了我们的幼儿园 我相信这个病毒 一定从境外进来 绝对不会在新北市的地方 突然冒出Data病毒 所以如何把整个阻结于境外 做好滴水不落 进来了以后 能够快速的做好管控 全民仍然要有危机意识 才能够守住安全 民众才能够回到 新形态的安全生活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和疫苗预约相关的问题 联合报张哲隐提问 中央表示64岁以下地方造册有困难 所以第二季统一采用线上平台预约的方式 新北市会不会另外使用方法协助民众来预约 同时新北市50到64岁要打第二季的民众 统计有多少人 新北市50到64岁的民众要打一季第二季的 是有17.8万人 这些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就是在唐凤系统上面预约的 所以第二季也同样会在该系统预约施打 中央聚以来分配疫苗给我们 在65岁以上的 因为当时就是用邻里系统来协助 所以我们仍会对65岁以上的用邻里系统来协助 接下来针对学习历程遗失相关的问题 联合报张哲颖提问 目前新北市遗失的数量大概有多少 那教育局有何补救的措施 经过我们今天的清查还有学校的回报 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档案的资料的上传 大概都是前两周到前三周所上传的 那目前都还可以继续上传 所以到9月30号以前学生都可以上传 所以我们清查的结果 其实各校除了全部的高三跟高二的学生 当然所有的学生是虽然只有2400 可是真正已经上传受到影响的学生 现在初估是大概各校回报是一到两成 所以每个全部的学生不会超过两成 所以受到了影响的状况非常的已经比较少了 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新北确实是已经没有问 就是说这后续是可以解决的 那当然而且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学生目前我们清查 大部分的学生资料都还在 所以可以继续的上传 那因为今天教育部的系统在更新 而且教育部目前也在核对资料 目前系统还没有开放 只要一开放 我们也会很慎重的会请每一所学校的师生 一比一比的 甚至全校的去核对 那教育局会依据教育部的规范 我们会协助执行后续的补救措施 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把所有的资料补上传 一定会我们确保我们新北学生的权益 请我们新北的家长放心 非常感谢市长以及市府团队的说明 今天新北市已经连续三天的加零 那也显示我们的疫情正朝稳定的方向来前进 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 新北市针对降级的部分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措施呢 新北市长后有已经表示了 会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 而针对第二季的注射呢 如果先前是造册 一样会造册 如果是网络预约 就请民众自己去预约 其实连续三天本土加零